五条家、家茂家、禅院家 是咒术回战中实力超强的三大家族 在咒术界历史悠久、成胜不衰 被称为玉三家 玉三家都拥有无可匹敌的传承术士 同时也是最注重家传术士的家族 即便不是本家的人 只要继承术士就可能被分为家族 而作为家族的一切决定 都是以家族利益为重 通常的咒术师都要上咒术高砖学习 在高砖被评定等级后才能被认可为咒术师 但这只是要求普通人的路 而玉三家的成员是不必上高砖 就能成为咒术师独自行动的特例 为什么玉三家在咒术界会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呢? 上古时期的玉三家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彼此之间又有什么恩怨情仇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玉三家 传说 五条家的祖先是日本三大怨灵之一 尖元道征 尖元道征是日本平安中期的宫卿 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 因满腹金轮升得天皇重用 后因小人禅言被贬至偏远之地 两年后寒恨而死 按理说尖元道征的生平非常正常 为什么会成为三大怨灵呢? 其实在他死后出现了多种异象 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清凉殿落雷事件 此事件造成了多名官员死伤 当时醍醐天皇从清凉殿逃往长林殿避难 虽然没有受伤但因为过度惊恐 三个月后便驾崩了 因此道征的怨灵化为雷神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 更为神奇的是 当初陷害道征的藤元石平断了子嗣 而与道征交好的石平之地 藤元中平则知凡夜貌 至此奸元道征便从一个学者变成了怨灵 在咒术回战里 奸元道征的后代有遗古犹太和五条悟 两人都是咒术界的顶峰 其中遗古犹太拥有非常强的咒力 甚至超过了五条悟 五条家的当代家族是被称为 现代最强咒术师的五条悟 目前其他家族成员没有登场 五条家拥有怎样的家风尚且不明 但从五条悟自由潇洒的个性 可以看出其家风应该比较随意 五条家拥有的祖传术师是无下限术师 和特殊体质六眼 六眼是一种特殊能力的眼睛 拥有360度的视觉 不仅可以看到超远的距离 还能瞬间看穿对方术师 或是追踪和预测周立轨迹 即便阻挡视线也不会妨碍视觉 而无下限术师简单的来说就是绝对防御性技能 任何攻击与五条悟都有着无限的距离 攻击离五条悟越近速度就越慢 因此任何攻击无法碰到五条悟 不过无下限术师需要极为缜密的周立操作 因此只有六眼持有者才能使用这个术师 即便其他人遗传到了术师也是无法使用的 而六眼术师几百年才会诞生一位 五条悟正是这个天选之人 据说六眼上一次出现还要追溯到400年前江户时代 用天中奇才来形容非常恰当 五条悟在出生时就被挂上了一亿悬赏 各路人马都想要拿到这笔巨额赏金 纷纷前来打探幼儿时期的五条悟 却只是被他瞪了一眼 就已经镇静到无法动弹 被称为天语暴君的禅院圣儿 也凑热闹的来看过五条悟 这是圣儿一生中唯一一次 仅历于人生后却被发觉 此后二十年各路诅咒师 因他的震慑而销声匿迹 连目前最大的反派卷所 也曾败于六眼术师 可见五条家的六眼血脉有多么强大 而长达百年的时间里 五条家在玉三家中一直处于劣势 一旦出现六眼术师后 五条家便能强势崛起 五条悟当之无愧的成为家族 家族的一切事物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不过五条悟形式不讲规矩 为所欲为 还想改革咒术界 因此与咒术界高层关系紧张 在色谷事变中 五条悟被眷所用特级咒物 玉门将封印 之后被咒术高层 污蔑为色谷事变的共谋者 禁止解除其封印 可见五条悟确实与高层水火不容 至于五条家会有何行动目前还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五条家至此会走向下坡路 但五条悟的学生们正在为解除封印而努力 家茂家的祖先到底是谁呢 其实家茂家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家茂家是贺茂家的别称 平安时期著名阴阳师安倍勤明的师父 贺茂中行就是贺茂世人 贺茂中行仅同阴阳道 在众多阴阳师中以占卜准确闻名于世 在三上维康的朝野群战一书中 就有村上天皇藏水晶燕珠余香 令中行补知的记录 好家伙连天皇都要找家茂家祖先占卜 当时阴阳师深受天皇的重视 到了平安中期 由于安倍勤明的出现更是达到了鼎盛 安倍勤明的阴阳道主要分成了历道和天文道两大家 其主流代表是贺茂中行的贺茂家和安倍勤明的安倍家 所以家茂家祖上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贺茂家 不过也有人认为贺茂家的祖先是三大院邻之一 崇德天皇 崇德天皇是日本第75代天皇 由于朝廷内斗政变 崇德天皇战败而被流放 使称宝源之乱 在流放地他抄写了五部大乘佛经 作为对战死者的祭奠和自己反省的证据 要求送往京都纳于寺中 但遭到了朝廷的拒绝 崇德天皇为此勃然大怒 咬破手指写下诗文 必是成为日本的大魔王 要取皇为名 取名为皇等 总之全是些诅咒皇室的话 之后崇德天皇直到驾崩 一直留着长指甲和长头发 据说容貌也变得像叶叉一样 甚至有人说他最后变成了天狗 更可怕的是 传说崇德天皇驾崩后 棺材里一直有鲜血涌出 由于涌出的血量实在太大 远远超过了几十人的出血量 因此崇德天皇出殡的高家神社 被称为血之公 而崇德天皇对皇室的诅咒 明将成君 君将成明 永无宁日也成真 皇权旁落开辟了700年的五世时代 崇德天皇也成为了日本最大的怨灵 而血液是诅咒这一点也让人想到了嘉茂家的祖传术士 嗤血超数 嘉茂家是玉三家中最注重传统礼仪的家族 他们的祖先活跃在平安时代 是被诗人称为阴阳师的咒术师 是玉三家中与保守派关系最好的家族 不过在明治初期 却染上了重大污点 家族里出了一个被誉为史上最邪恶的咒术师 嘉茂献伦 嘉茂献伦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反复地做出大逆不道的事 利用能够怀有咒灵之子的女子 制造出咒胎九项图 不过即使是家族出了如此丑闻 嘉茂家在玉三家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并且到了现代也颇具权威 那么嘉茂家究竟有多强呢 家族祖传术士赤血超数 是能够操纵自己血液的术士 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强度 还能将血液放出体外进行远距离攻击 用法变化多端很难防御 特别是大招百连穿血 能够快准横地攻击到对手 因此只有继承了术士的人 才能当上嘉茂家的家主 嘉茂家下一任家主 嘉茂献祭原本是个私生子 在家族中是不光彩的存在 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残酷的对待 但是由于正是没能生下继承术士的男婴 因此在六岁时 嘉茂献祭就被迫与最爱的母亲分开 被接近嘉茂家作为嫡长子 由正妻抚养 嘉茂献祭性格严谨认真 传承着阴阳师的传统 穿着是日式和服 很有世家少爷的风范 目前在京都咒书高专学习 前面讲过 玉三家的人是没有必要进入高专学习的 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去咒书高专呢 其实嘉茂献祭在小时候就谨记亲妈祖托 要成为一名强大的术师 然后接妈妈回家 因此从小就有强烈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一直对自己都是高要求 不仅要得到家族的认可 还想要让咒书高专也认可自己的实力 并且进入高专学习 不仅能够学到很多咒书知识提升实力 还能认识更多的伙伴拓宽人脉 嘉茂献祭仅仅是三年级学生 其实力就已经达到了准一级术师 和老师歌姬是同一级别 嘉茂献祭作为嘉茂家下一任家主 时刻都保持着庄严的姿态 但其实背后也有与一本正经性格 截然不同天然呆的一面 嘉茂献祭的压力来源是同学东唐奎 主要原因是东唐奎校爸的身份 脾气暴躁实力又很强 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关于嘉茂家另一个重点人物 嘉茂献祭仑和骤胎九象徒的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我 关于骤胎九象徒的秘密影片 日本三大院龄就只剩下一个平将门 那么平将门是不是禅院家的祖先呢 平将门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关东豪祖 于九三九年骑兵反抗天皇暴政 并自称为新皇 骑兵第二年就被讨伐重见身亡 实称平将门之乱 平将门死后被斩首示众 传说在平将门被销售的当晚 就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 首级被送往京都 承报给朱雀天皇 当公卿打开装有平将门首级的木盒时 平将门一脸愤怒瞪大双眼 口里还传出咬牙切齿的声音 把当时满朝文武吓得当众示劲 连朱雀天皇都被吓得卧病数月 差点就驾崩了 还有出卖平将门的小妾 急耿前突然就蹊跷流血 暴毙而亡 据说还有人在半夜 见到许多穿着铠甲的亡灵 出没在平将门首级周围 更离奇的是 半个月后平将门的首级 竟然自己飞走了 就好像是要与他的身体会合 同时还有人看见将门的身躯也在徘徊着 似乎也是在寻找自己的首级 重新杀回来一样 后来为了安抚平将门的月灵 建立了将门首总 将门首总到现代还是非常有名的灵异场所 而平家的后代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 平清盛 平清盛是平安末期全城 在宝源之乱后创造了平家的鼎盛期 在当时平家也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非平家即非人 和禅院家的非禅院家非术师 非术师非人类简直一模一样 因此可以推测出禅院家与平家有着某种渊源 很有可能禅院家的祖先便是日本三大院龄之一的平将门 禅院家在漫长的历史中 不断召集拥有强大术师的术师加入 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 是一个术师至上重男轻女的家族 家族内崇尚之下遵循着 非禅院家即非术师 非术师即非人的祖训 族人也为身为禅院家术师而感到自豪 同时也看不起术师以外的人 即使目睹非术师被周灵杀死的场面 也不愿搭救 在禅院家如果没有术师就会被当做垃圾一样处理 还有如果不是祖传术师也会遭到轻视 伏黑圣尔就是因为灵咒力而被唾弃离开了家族 圣尔的故事之前有做过影片不想多说 有兴趣的可以去我的主页看看 他的儿子伏黑慧因为拥有禅院家 祖传术师十种引法术而被禅院家关注 十种引法术是以引为媒介 可以召唤出十种弑神的术师 要召唤出四神需要用两手模仿四神的身姿制作隐晦 除了咒力消耗大的满像 四神最多可以一次召唤出两种 最初使用的四神只有育犬 其他四神需要调服后才能使用 最终可以操纵十种四神 因此被五条物所看好 据说十种引法术的原型 是被称为先代旧式本纪的日本史书中出现的天玺瑞宝十种 通称十种神宝 禅院家还有另一个很强的术师 就是投射咒法 是禅院家族直批人和儿子直哉继承的术师之一 投射咒法是将一秒分割为24等份 以自己的视角预先设置动作 再对动作进行模仿 模仿失败的一方会被冻结一秒 其风险在于设计好的动作中途无法修正 如果是过度无视物理法则与行动轨迹的动作 试数者自己也会被冻结一秒 要想自由地运用投射咒法 必须拥有天生的速度感和时间感 投射高手直批人甚至被称为除五条物之外最快的术师 而直哉也很擅长使用投射咒法 其最高速度甚至超过了音速 残院家相比其他两家更具特色的是 拥有自己的直属武装部队 最强小队丙有准一级以上速师组成 大约有11人 第二梯队登的成员有继承了速师 但不符合丙条件的速师组成 实力大概在二级以下 最后是末端躯壳居壳居留队 有40人左右 珍惜曾经也是躯壳居留队的一员 家族之争一直都是残院家的重点 人选都是由上一任家族决定 第26代家族残院直批人虽然是71岁高龄 却拥有强健的体魄 性格豪迈 很适合当家 不过他有四九如命的癖好 实力是一级咒术师 直批人算是残院家历代最开明的家族 他对珍惜想要成为家族一事 并没有因其天宇宙父的体制提出绝对的反对 而是秉持会给他相对应的考验的态度 在色谷事变中 直批人连续与特级咒灵战斗受伤身亡 直批人遗嘱本来家族之位是传给儿子植栽 不过若五条物死亡或丧失意识能力 就将履行与扶黑圣儿的约定 迎回扶黑会继承家族 并将全部财产都赠予扶黑会 不过这个遗言引发了残院家的内斗 直批人的弟弟残院上表面上同意 但其实被弟弟提出诸杀扶黑会的计划 还设计杀死认为是自己污点的女儿 这直接导致真一自杀 珍惜觉醒天羽暴君的能力 彻底葬送了自己和整个残院家 可以说是素食至上的固有思想导致了家族的毁灭 传说四百年前五条家拥有六眼的无下线术师 与禅院家拥有十种引发术的术师 在狱前比武时展开血战同归于尽 至此两家是同水火 虽然都是咒术名家 却几乎没有任何往来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从碎片化的信息中 拼凑出一个接近于真相的故事 故事可能是这样的 四百年前 整个周术界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背地里其实暗流涌动 这期间五条家诞生了有六眼的无下线术师 禅院家诞下拥有十种引发术的术师 两人自幼相识 有着一段孽缘 两家的实力也随之急速攀升 几乎达到了一个顶峰 而时任五条家主野心膨胀 是要与幕府联手推动玉三家的统一 整个周术界都为之惶恐不安之际 五条家主突然暴毙过世 新任六眼术师家主 未完成其遗志 暗中谋划 而玉三家的家冒家 持续保持中立 新任禅院家家主不再坐以待毙 便决定在下一次玉前比武中了结双方恩怨 大概也是这一事件导致祸世的开端 后世两家就不再往来 玉三家在现代并没有太多的争斗 但是现代玉三家的实力和地位到底谁更强呢 禅院家在古代和五条家肯定是五五开 不过到了现代因为五条物太强 五条家成为了咒术界地位最高的家族 而家冒家主要是由于家冒县伦的污点 自然是比不上五条家和禅院家 不过却一直与咒术界高层有着很深的联系 也表示出要肃清虎杖的态度 家之五条物现在又被封印 家冒家有点要崛起的意思 而禅院家就越来越衰败了 因为家族奉行祖训 打压像扶黑圣尔和禅院珍惜 这样拥有天宇宙负的超强人才 可以说禅院家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彻底葬送了玉三家百年生育 最后落得个被玉三家除名的下场 那么如果是你会出生在玉三家 你会选择哪一家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关于玉三家的考察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宇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